说 你们两个谁拿了我的黏土 不是我拿的 我都没见 你别看我啊 泡妞 大仙 也不是我拿的 不是你没拿的 拿到我的黏土 转队跑啦 有可能 反正我没拿 我也没拿 你们两个都说没拿 那你们给我一个理啊 大仙 你仔细想一下 我是手工大费 我家里的黏土比你的多多了 没必要拿你的 有道理啊 小黑 我 我 我一点都不喜欢粉色黏土 你应该知道的 我只喜欢黑色 是吗 是 她呀 只喜欢黑黏土 那谁把我黏土拿走了呢 我就只有那一整块黏土了 现在也被人拿走了 我也没得玩了 小妞啊 大仙哭了 你先办办吧呗 哎 大仙 我可以帮你找黏土 怎么找啊 很简单 用它就行了 用它 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黏土吗 怎么整啊 它呀 可不是一块普通的黏土 它是记忆黏土 可以记忆身边一切发生的事情 这么神奇啊 我怕你快帮帮我吧 好 记忆黏土 回报 大仙 大仙 哎 怎么没人啊 那有个粉色黏土 这粉色黏土好好看啊 大仙也不在 我还着急玩 要不明天再给它还过来 哎 这是什么 这好像是个黏土 咦 真难看 算了 我走了 哦 原来是煤球拿走了我的黏土呀 煤球可真是的 拿东西也不告诉你 等会啊 咱们也好好说说它 害得胖子我们两个都被冤枉了 没错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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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小肥兔